看一下这个显示显示屏 这个是灯 按一下这个灯就关掉了 再按一下这个灯打开了 这个是急停按钮 首先我演示中文操作 中文操作我们进入系统 首先我们来参数的设置 像这些黄色的都不需要动 然后这个慢切是显示切割速度的 切割速度通常是0.1 0.1到0.15 数字越大 它的切割 切割速度越快 这个其实也不用动 然后的话我们就 首先片厚一要设置 这个是要切割的厚度的 比如我们要切割两毫米 两毫米 我们就直接输入一个2 点确认就好了 刀片是0.3毫米 通常也不需要动 然后要切多少片 比如我们要切割6片 我们就输入6 OK 然后的话片后2片后3 都是一样的 把片后1切完 它切片后2再切片后3 如果是没有的话 通常切一种规格的话 后面都是0就好了 然后的话 这个是刀片厚度0.3 然后片头厚 就是要不要去掉一个片头 如果不需要 就是0 如果要去掉一个0.8毫米 我们就输入0.8 OK 然后这个参数就设置好了 然后我们就返回 返回之后 我们再讲一下 定起点位置跟定中点位置 就定材料的起点位置跟定材料的中点位置 定起点位置 中点位置 我们首先要调整一下 这个材料跟刀片 是垂直的 怎么调节呢 首先我们要调整这个材料的脚尺 也就是说这个材料这里是直角 一个是左侧直角 一个是右侧直角 上侧直角 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材料跟刀片是垂直的 然后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定切割起点 切割起点的话 是有一个切割零点 切割零点是定那个起点的位置 切割锯是定中点的位置 我们先点一下 切割零点 好 这时候进入了这个起点的设置 然后我们通过左右上下这个箭头 找到这个位置 通常这个材料离刀口大概一个毫米左右就行 不要碰到就行 找到这个位置 这是起点X时候的起点位置 找好的那个位置 我们再点一下 切割零点 这个定好了 定好了之后 我们把材料往里面摇一点 找它的切割终点 就是刀片把我们材料完全覆盖住 这个终点位置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切割锯 是不点 走过去的 对 然后找到这个切透的位置 好材料 刀片把我们材料覆盖住了 切透的位置 然后再去点个确认一下 好了 这个起点位置跟钟灵位置找好了 找好了之后 我们把要自动了嘛 自动了 我们就把这个调料自动 然后点一个启动按钮 让我们不启动 我们在一起 切割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